大家好,我是优秘张小喵 今天又是一期小喵说包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包是LV的一款小包包 就是这个 这个包有一个很吉利的名字 叫福袋 它是刚出了没多久的一款小包 而且是中国专柜先上市的 它真的很可爱 就是像一个小小的钱袋一样的 然后它是老花的 然后很轻很轻 估计也就300克差不多 这个包的正面和背面都是一样的 然后它上面是有一个抽绳在两边 我们给它抽开 它就会变成一个方方的这种小包 这个包的里面呢就是霉红色的 我脸怎么这么白啊 不太正常 就是这种比较深的霉红色 旁边的这个小皮也是深霉红色 里面有一个LV的小小的logo 就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 它蛮便宜的才3000多块钱吧 但是它是没有肩袋的 我不知道它这个包原本设计出来是要干什么的 可能是当包中包 还是或者当一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这个包出的用意是什么 但是我们聪明伟大的中国人民呢 当然不会让它仅仅作为一个手拿包这么简单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往上给它什么呢 加肩袋 对没错 然后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肩袋是怎么加的 我手里这是老花的肩袋呢 是LV的邮差包的那个肩袋 也是我当时单独买了它为了给它配别的包的 嗯 就很简单啊 我们把这个两边的抽绳给它抽完了之后 就把这个肩袋扣在这个地方 就 其实不用演示 非常简单 然后这边也一样 然后呢 你猜怎么着 它就变成一个可以单肩可以斜跨的小包了 是不是这么神奇 然后给它背上身看一下啊 就加上肩袋之后 你就想怎么背 就怎么背 它就变成了一个 现在比远远超过3000多的一个小包 就是如果你家原来就有LV的肩袋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拆下来 换到这个小包上 然后就3000多块钱 你整一个啊这种可爱的小小包 下来下来你就可以出去溜达了 多便宜啊 要知道现在LV的那个手拿包 就是那个洗漱包都已经3000多了 这个包还是看着更像包一点 当然我知道那个包 大家也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是找到了 可以把它变成斜跨包的方法 然后我这边呢 还有另外一个肩袋 就从那个LV的三合一上面 卸下来的链条 我感觉这个链条呢 就适合夏天用 它这个口就比较小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把它 小心翼翼的挂在这个肩袋的地方 好了 挂好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有链条的肤袋 然后你就可以自由飞翔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我给你们换了两个链条 跟它搭配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不光可以搭配LV的肩袋 任何肩袋 像这种链条 看淘宝上都有卖的 就可能就几十块钱吧 你花几十块钱 就可以把这样一个小小的福袋 变成一个可以肩背的包 我觉得这样看来 这个包的性价比就很高很高 它的造型又是这样蛮可爱的 又那么便宜 然后又是LV的经典老花 还要说什么呢 去抢购吧 孩子们 那这个包我感觉现在 应该是比较难买的 就我朋友之前就一直让我在找这个包 然后有一天我就在刷LV的官网 就突然一下看到这个包 官网可以买 我就赶紧给它下单了 然后后面就是店里面 好像是订不了的 这个包呢 好像就是代购加价 加价也挺多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你们就近的国内的专柜 去问一下 然后这个包可不可以预订啊 或者调货啊之类的 反正我的宗旨是什么呢 就是让大家花少钱办大事 好吗 好那就这样吧 那这期的小喵兽班就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在2019年福气多多 好事多多 都装到这个小福袋里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 记得点下关注 多多支持 弹幕评论留言 什么不拉不拉投币什么的 我会加油给大家拍出 更多更好看的视频 谢谢大家 拜拜